刘备宠寡妇 关羽爱人妻 张飞抢少女 三国英雄的情史有多精彩 刘备关羽张飞 传说中的《桃源三结义》正是也记载他们恩若兄弟 这歌三个对待女人的态度都很有意思 刘备宠寡妇 关羽爱人妻 张飞抢少女 那么这三兄弟的情史有多精彩呢 接下来锐历史就带大家了解一下 订阅锐历史 了解更多不为人知的趣味历史 刘备对美女的态度是兄弟如手足 女人如衣服 三国志记载 刘备每次碰到危险 扔下老婆孩子撒鸭子就跑 她身边女人换了一个又一个甘夫人 妮夫人 孙夫人等各个都是大美女 到了刘备称帝的时候 她只给了阿斗生母甘氏黄丝夫人的名号 却立了一个二婚寡妇 吴氏为皇后 刘备这么做 是出于政治目的的考虑 吴皇后的哥哥是益州旧臣势力代表人物 刘备为了笼络益州旧臣才弃甘利吴 关羽在跟曹操打吕布的时候 爱上了吕布部将秦一路老婆杜氏 关羽对曹操说 打下吕布 希望你把杜氏赐我当老婆 关羽经常念叨人妻杜氏 引起了人妻孔曹操的注意 打败吕布之后 曹操看到杜氏美艳不可芳物 就把杜氏据为己有 可怜关羽爱上人妻杜氏 却一往情深中成空 建安五年的时候 张飞去打猎 在树林里看到一个十三岁的小美女 就直接把她抢回去做老婆了 这个小美女是夏侯氏 是夏侯渊的侄女兼曹操的外甥女 张飞跟动不动就抛弃老婆的刘备不同 她抢了夏侯氏为妻后 天南地北血雨腥风都带着她 夫妻二人倒也非常恩爱 据史料记载 刘备最爱的女人是甘夫人 但是她为了政治目的 先娶弥夫人 再娶孙夫人 后立吴皇后 刘备一生的婚姻 一切都是以政治目的为第一药物 而女情常对她来说太奢侈了 有道是无情未必真英雄 关于对度世的一往情深 让我们见识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大英雄 至于张飞抢美女吗 人要是到了那个乱世 又有张飞那么能打 估计大多数人都会学张飞的做法吧 这大概就是人性吧 张飞的新娘是夏侯姑娘 罗莉级别的 是敌对阵营李夏侯渊的侄女 也是曹操的外甥女 建安五年夏侯媚年十三四 在本郡出行乔采 为张飞所得 飞至其良家女 遂已为妻 产兮女为刘善皇后 公元二百年 夏侯姑娘剪拆的地点 是在她家乡佩郭桥县 徐州夏侠的夏批 与佩郭桥县相邻 刘备关宇曾在夏批驻兵 刘关璋在徐州被打散后 张飞和刘关二人失散 单独带领部队流窜 从夏批但进入夏侯的家乡 张飞娶下侯姑娘为妻 除了感情因素之外 还有门第因素 张飞是一位优秀的将领 出身却拿不出手 演义里说她是屠夫 家里有桃花园 这个仅是传说而已 历史上的张飞并非是屠夫 但可以肯定的是 张飞绝不是侯门大家族出身 应该是和众将士出行时 入狱夏侯 一见钟情 夏侯见张飞 威武非常 也是倾献不已 然后张飞上门提亲 两人成为夫妻 千百年来 关羽被人们传唱为一个武艺超群 忠义耿直 不尽女色的英雄 但三国志 裴松之助影 蜀记 说关羽曾经爱上了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是吕布手下的一个人的妻子 当时曹操要打吕布 关羽就跟曹操说 把吕布灭了以后 希望曹操把那个女人赐给他 曹操答应了 在打仗前 关羽又去提醒曹操 让曹操甚是好奇 那究竟是怎样一个女人 能让关羽如此动心 曹操跑去一看 果然美丽非凡 便进水楼台先得月 自己纳为测试了 弄得关羽很郁闷 那都市原是吕布下属秦一路的妻子 秦一路投奔袁术后 抛弃都市 关羽想娶她为妻 但曹操没有同意 反倒自己把都市纳入了后宫 在一些戏剧里 关羽与貂蝉有着各种关联 吕布被打败之后 张飞抓了吕布的爱妾貂蝉 送给关羽 关羽联惜貂蝉美貌 但也念及历来的英雄豪杰过不了美人观 弄得身败名裂的是 关羽把貂蝉和红颜祸水结合起来 最后仍决定令其自吻 在三国志中 仅仅是简略 告诉诗人关羽的媳妇 是刘被找的 他们还生下了一儿一女 即关心和关事 不过从这样简单的记载之中 人们也不难看出一点信息 其一 关羽对于这个老婆并不是很喜欢 生活基本是相敬如宾的状态 其二 关羽一生之中所动心之人 仅有度是一人 其三 关羽的妻子必定社会地位不高 因此 史书不愿花费太大的笔墨进行记载 亦或者是没有记载的必要 其四 关羽的老婆 说不定有特殊的不能曝光的身份 不过 人们至今都没有揭开 关羽老婆神秘的面纱 不过 相信随着各种考古工作的进行 在将来的某一天 或许这个谜底就会被揭晓 刘被共有八个妻子 刘被的八个妻子有先后 而且其中有个妻子原是寡妇 还被封了皇后 这种事情在东汉时期习以为常 孙权的女儿成了寡妇以后也嫁了人 在当时 寡妇嫁人是能够被大家接受的 到了宋代以后 尤其是南宋以后 寡妇再嫁才开始被认为是不真 受到大众指责 但三国演义之中 只写到刘被有四个妻子 按嫁给刘被顺序 她们分别是甘夫人 妮夫人 孙夫人 吴夫人 甘夫人于赤壁之战后去世 妮夫人于长满坡 头颈身亡 后刘被娶孙权之妹为妻 后回到东吴 刘被为官与报仇 而与东吴开战后 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 击败刘被 吴兵风传刘被已死 孙夫人头江而亡 刘被敬畏 汉中王后 娶无义之妹为王妃 刘被死后 刘缠称吴夫人为太后 四位夫人共同的特点是 有幸无名 纵观刘被一生的婚姻 早年属葬离世 后来甘夫人早逝 弥妇人不知所踪 孙夫人半途回了娘家 有人说刘被有克妻的命 嫁给她 不是早死就是命运多舛 作为草根出身的英雄 刘被一生也充满坎坷 出道以后便四处奔波 经常被追逐 有过多次逃命的经历 一逃命就不得不弃妻 刘被早年的多位妻妾 不是她克死的 而应该是死于战乱 三国时代著名的美女之一甘夫人 是刘被居住在小配时候所娶的 虽并未以正妻身份嫁入正式 但一直以来都被作为正房看待 后来就跟着刘被一快到了荆州 而且在荆州十位 刘被生了一个儿子 就是著名的阿斗 也就是后主刘善 当曹冰追到长坡坡时 刘被为自保 万般无奈下抛弃了甘夫人和阿斗 幸亏赵云赶来 阿斗才免性命之危 但此后书中再未提起过甘夫人 很有可能甘夫人当时就已死在荆州 甘夫人死后被追逝为 黄丝夫人和昭烈皇后 正史中甘夫人尽管结婚比弥夫人早 但是弥夫人才是妻 这在正史上写得很清楚 但小说家罗冠中 并未考虑甘夫人和弥夫人妻和妾的身份 反而提到两个人的时候都是甘 弥尔夫人 以结婚顺序介绍 所以甘夫人总是放在弥夫人的前面 弥夫人是蜀汉大臣弥竹的妹妹 吕布偷袭下批后 刘备妻子被俘虏 刘备转移至别处 但因粮草缺失而陷入困境 弥竹将自己妹妹许佩姬给刘备为妻 并大力资助刘备 刘备的军队这才转危为安 但此后弥夫人便下落不明 而三国演义中弥夫人 是为不拖累刘备后腿投井而死的 郑始终并未提到孙夫人的姓名 只说是孙权之妹 汉锦春秋 说她名人县 孙夫人在三国时归属吴国 原为东吴郡主 后嫁与刘备 孙坚与吴夫人之女 孙策 孙权 孙邑 孙医 孙匡 孙朗之妹 刘备的三夫人 而孙上香这个名字来源于戏剧 甘露寺和别宫即将 剧中孙夫人自幼喜好武艺 手下侍女接待刀具 常依与人激剑 为乐身带戾气又融资甚美 因为她作为乱世枭雄刘备的妻子 并且制胜的男儿 因此自然而然被人们称为宵姬 孙夫人曾与刘备结成政治婚姻 刘备入属后两人离异 后孙权接她回到东吴 吴夫人是蜀国大将吴义的妹妹 吴义兄妹早年丧父 他们父亲生前与刘焉有旧交 所以全家人跟随刘焉搬家进入四川 吴义妹妹成年后就嫁给刘焉的儿子刘茂 刘茂死后 吴义妹妹成为寡妇 刘备平定一周 之后孙夫人又和她离异回到东吴 于是有人建议刘备 娶娶娶稳重聪明的漂亮寡妇 及吴义的妹妹 刘备顾虑到与刘茂有同族关系 法政劝说 论到亲族关系 比起晋文公和子语又如何呢 于是刘备便娶了吴夫人 建安二十四年 吴夫人立为汉中王后 张五元年五月 吴夫人立为皇后 建兴元年五月 后主刘善即位 尊敌母吴夫人为皇太后 称长乐宫 沿袭八年 吴夫人去世 葬入刘备的惠灵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